早上来到10月5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 直击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关大证券国际证券筹律师 吴礼言Kenny 为大家分析视频解答投资问题 早上Kenny 早上Irene 各位观众早上 美国公布的私营企业积位增长超过预期 见到美债市由高位回落 美股结束了三年跌 麦恒之夜跌了22点 高水34点 稍后Kenny 都会和我们分析一下 究竟现在美股又怎样看 以至港股 究竟的弱势是否会持续 有什么股份和抗跌力相对好些 都会再分享一下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借961338195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围表现 美国俗称小飞龙的ADP就业数据欠佳 市场预期可以减低联储局加息的机会 美债市由接近4.9厘水平急回 跌穿4.8厘关口 美股反复回升 道指高开之后一度到跌129点 年期后咬腰反弹 曾经升超过150点 周市升127点 报33129点 标志升34点 收报4263点 纳指升176点 收报13236点 美国10年期债息度跌到4.72来的水平 两年期债息回落到近5厘 美汇指数一度跌至106.5的水平 市场担心石油需求转弱 又加跌超过5% 去到一个月低位 看看焦点美股 苹果行政总裁富克减持51万1千股 苹果股票 目前富克仍持有大约328万股 苹果股价一度受额 收市转升0.7% 而Tesla升近6% Google升大约2% Meta和Amazon升超过1% 看看焦点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腾讯只宣布296.95 比起本港收市价低0.2% 阿里巴巴升0.7% 京东和百度升0.8% 网易比起本港收市升1.7% 而汇丰控股ADR至宣布61-5 比起本港收市价升大约1% 友邦跌0.1% 建行跌0.2% 接着看看今早外围的市况 美股期货暂时偏远 导致期货33272点 跌至54点 至于亚太区股市大致是价位 其中日本市升0.6% 日经平均指数30,716点 升189点 南韩市升幅很少 升1点 澳纽股市升幅不太多 澳洲市微升2点 新西兰市微升3点 然后恒指日期 预视这间港股初段表现 有机会靠稳 黑期升30几点 先和Kenny谈谈谈 外围的新消息 昨晚美国公布了一些经济数据 续称小飞龙的美国ADP就业数据 就称过预期 9月份ADP就业人数增加了8万9千人 远低于市场 远先预期有15万人 而年计工资增长也放缓到5.9% 连续12个月放缓 市场就当好消息炒 预期可以减低联储国加息的机会 美债息看到有个高位回落 美股三大指数也反弹 可以看看这个续升恐慌指数的BIX 星期二升穿20关之后 星期三回落超过6% 可以说在这个数据都反映 市场的恐慌程序是不是舒缓了呢 如果看回美股其实都一路调整 由9月开始抛售 导致星期二计划蒸发了今年来的胜伏 昨晚就反弹了一点 你怎么看美股现在是不是跌势 暂时传定 还是可能一旦又再跌过未跌完呢 我自己看回美国所公布的经济数字 我自己觉得就不算是特别差 当然比市场预期要低 但事实上比市场预期数字低 这个局面 我觉得正正是联储局希望想见到的 因为本身加息的目的 就是希望防止经济过热 经济其实现在就算从昨天 一个小菲农数字来看的话 我相信都仍然是属于一个 不算太弱的数字 但是就真的慢慢开始 偏离一个过热的情况在那里 这个就是希望加息所带来的效果在那里 同时如果看回现在美国经济 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算是特别差的 其实看到它的印证都仍然在那里 包括看到第二季经济增增的数字 仍然相对是比较硬朕 特别如果对比起欧洲 譬如说德国 法国 甚至乎是英国一些国家 其实美国现在说的经济增长 甚至乎是这样年底全民的经济增长 仍然都是相对比较强劲一点 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 在一些就业数据方面出现下降这个情况 我觉得对于投资市场 理论上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证明一点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就不需要说 经济数字太过好 又怕加息周期又会延长 而经济数字一旦有某个数字 开始出现回落的时候 大家又会觉得会不会进入经济衰退 我觉得这些就大个极端了 其实不妨用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段 而去观察整个美国经济状况 我认为现在其实是比较恰当的 或者这个状态也是相对为联储局 在未来的货币政策 是带来比较大的灵活性的空间 所以我自己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见到美股近段时间 其实那个回落的速度相对是比较明显一点 我自己预计在市场 对于原本一个比较高的债息 或者说美汇指数偏强的情况之下 从而令到市场对于未来 加息那个时间段有所忧虑的情况 而导致美股出现下跌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更短时间 其实美股理论上 应该有一个回稳的契机在那裡 再加上我们看到 其实在一些其他一些去到年底 我相信在联储局逐漸去到11月12月 就是随着年底 会不会有一个最后一次加息 那个前景是逐漸明显霸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市场对于未来整个加息 进展的前景 我相信它会看得更加通透 变相不像现在这样去估 究竟第四季会不会是还有最后一家 这个对于市场我相信的困扰 可能说到年底就会组成清晰的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美股的走势 我觉得又不需要说特别悲观 因为始终现在美股 就算港银企业盈利也好 其实都是表现出一定的增长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对美股在未来一段短时间 其实都不排除经历了前段时间 调整之后 有一个反弹的契机出来 我希望可以快点跌定 就有更好的消息出来 因为港股方面 一直都在等着 有更好的消息 可否扭转弱势呢 暂时未知 等下问Kennie怎样看 我转提一下 港股上的表现 总结一下情况 再跟Kennie详细谈谈港股 昨天南亚北水继续缺席 资金入市兴趣低 港股再创今年的低位 全日成交额不够600亿 恒指低开64点之后 跌幅随积扩大 下午之后 曾经跌了最多237点 低位见17,094点 美股跌幅收窄 恒指最终跌135点 收报17,195点 成交额缩减到576亿 近一年来最少 波子跌1.7% 报3752点 ATM跌1%至近3% 百度跌4% 汽车股收额 比亚迪和小鹏跌超过3% 邮邦逆市升超过1% 新世界反弹超过2% 而四大内银股都逆市靠稳 北水继续暂停 下星期一才恢复 我来跟Kennie谈谈港股 看到港股持续向下 也创了超过10个月的低位 昨天美股市也看到 有些买盘吸纳 在近17,000点的水平 如果反弹的话 港股可以先看着什么水平 如果走势上 还是维持着弱势呢 有没有条件见底回升呢 其实看到 从最近一段时间 港股走势去作一个判断 我相信港股仍然表现出非常疲弱的格局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很明显这样见到的 同时判断港股什么时候反弹呢 以现在这个形势来看的话 我相信每一天都基本上 是继续创着年内新低情况之下 在说短线的反弹 似乎契机就没有 因为对于市场来看的话 就是缺乏一些因素 包括见到内地经济数据 似乎都没有一个很大的 明显复苏的一个迹象在这里 从另一方面 就是内地股市有优势 变相对于内地一些资金 去留回港股 就是稳定回港股 这个因素又似乎是有所欠缺 所以我觉得 其实港股 纯粹从过一段时间边来看的话 我相信暂时都仍然没有摆脱到 一个比较小的格局在这里 但是另一方面 是否代表着港股 在未来未有一个反弹契机 我觉得就未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见到直到昨天 其实港股在10月份 就是踏入第四季 其实这个星期 累计跌幅 都已经超过3.3%了 差不多跌近3.5% 但是在这个跌幅的背后 其实内地股市是全值的 而看回内地股市 即将会下个星期一是服市 如果上证指数 就是服市出来之后 跌幅是没有累计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都不排除 对于港股 在原先累计了 比较大的跌幅的情况之下 有机会出现反弹的 再底下上证指数 其实在放假前 说的是收在大概3100点附近 如果真的要跌3.5%的话 说的是要挨着一个3000点 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关头 所以我自己觉得 如果上证去到3000点 我相信我的支持力度 是会相当比较大的 所以我觉得 在临近A股即将服市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港股 去到这个星期的后期 即到明天 或者在下个星期的初段 都不排除有一个反弹的趋势 所以再从现在的点数位判断 我相信港股 这一轮有机会去到17000点附近 在短线方面 会累计出一定的反弹动力 当然反弹动力 我就觉得未至于反弹力度非常之大 因为见到这一次的港股 那个势头是比较弱一点 所以我自己会看着 有没有机会 戴上了17000点 或者是以上线 当然短线反弹总会是好过没有的 仿靠中长线发展 我觉得仍然都是更加在于 一个内地经济数据的表现 其实近段时间 内地经济数据 我觉得真的没有太大一个 复苏力度的迹象 但同时也没有一个再变差的迹象 包括了在刚刚公布的PMI数据 我觉得真是很快参观 再看班前缘一段时间 包括三条马车 或者一些新增贷款 其实我觉得 都反映着内地经济 有一个低位回滾的情况在 但是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 其实下个星期 内地也都会公布 新一个月份的新增贷款数据 我相信如果 这个月份的新增贷款数据 仍然比市场预计当中 是有理想的情况之下 都不排除市场 对于内地经济面 真的开始慢慢有一个 外经的情况在 终于令港股在缘运方面 带来准一步的动力 听得出 Cenny对港股来说 暂时还是保守一点 大家可能还是要小心一点 但是个别股份 看到开始好像有点弹升 股市正在跌 还可以逆市上升 想说一下邮邦 9月底见过了今年低位 看到邮邦也持续回升 暂时三年升 股价最近相对硬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现水平值不值博呢 我想邮邦在前段时间 所累计出来的跌势 最主要是反映着 它在今年上半年 一个复苏的表现 其实整体上 它那个复苏的数字 包括了在新业务价值 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数字增长 其实是属于不错的 但是只不过 如果再细心去拆分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 香港地方 或者香港业务 所带来的复苏的增长 其实是佔着一个主导的局面 但是香港复苏的局面 最主要是因为去年低基数 再加上去年通关 导致香港业务 有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回稳 所以市场是有点担心 如果说香港 就是今年复关之后 今年开始没有了一个低基数效应 其实往后增长 就应该更加提升一些其他地区 包括在内地 或者是亚太其他地区的业务增长 反观到内地的业务 其实看到今年上半年 似乎复苏势头 就未算太过强劲 这个是市场对于它未来增长 持续动力 其实有所担心 近段时间股价是出现了板蛋 我觉得这个反弹 一方面是对前段时间股价 一个累计调整 一个技术性反弹 第二就是近段时间 都趁着一个国务黄金周 我们看到其实 在内地入境的旅客量 其实也是相对不错的 所以市场也是在憧憬 内地游客回来香港的情况之下 有机会对香港的保险业 也会带来短线的刺激作用 从而在气氛上 有邦反弹 那我自己看 其实邮邦前段时间 跌到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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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附近 我自己觉得中长线 我觉得投资价值 应该是突显了出来的 虽然说 我自己都不确定 60元 是不是这一轮 邮邦調整的底部 但是始终以邮邦的质素来看 相比起其他一些内险股 它本身在营运的效率 或者说在企业竞争力方面 我相信仍然是相对 有它的优势在这里 所以我认为邮邦的品牌 就是有它的自身价值 所以如果在中长线来看的话 我相信如果有机会再到 逼迫近去60元的水平 那些投资者 不妨是作一个中长线部署